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靈異公社民政有一個文章 說他自己先前擔任 補習班老師的時候 某次在上課的時候 跟同學們分享鬼故事 我問大家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講鬼故事 大家喜不喜歡 超喜歡的 超喜歡 不要上課都喜歡 你喜歡嗎 我不喜歡 因為學校好多這種靈異故事 聽得就會很毛 會毛 害怕 醫生喜歡嗎 我喜歡 而且每一間學校 他都有自己的那種校園傳說 就是哪一間廁所 或是哪個操場角落 會有怪事情 我不喜歡 因為他在浪費我的時間 真的嗎 因為鬼故事 本來就是故事 浪費我們的時間 因為講什麼東西 社會什麼歷史 會想睡覺 那是愚性節目 對同學來講 其實我也很愛老師 講非課本裡面的東西 對啊 講一講時事 可以吸收 不是 就是你覺得很輕鬆 對 如果說好 我們回到正題 那這個老師呢 說他在上課的時候 分享這鬼故事 可是有一個女同學忽然 忽然捂住耳朵 緊閉雙眼 那神情很怪異低著頭 那這個他有詢問這個女同學說 你還好嗎 結果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請教我文婉 其實這個老師呢 他自己呢 在這個靈異公社裡面 PO了這個文章 那呢 他說呢 他呢其實在學校裡面 非常受同學的歡迎 那一般呢 我們都知道 其實非必要在課堂上 老師是不太會講靈異故事的 就在畢業旅行的時候 老師會破例說 哇 把大家圍在一起 我常聽的是這樣 然後呢 但是這個老師呢 就是講的靈異故事 特別特別好聽 那他就分享了這個故事 就是說有一次他就依 就是依照過往的一樣 就是給同學一點 你知道嗎 開心 娛樂 然後講著講著 他覺得說 怎麼臺下有一個同學 怎麼突然間把他頭抱起來 然後就一直搖頭 然後面色非常非常的驚恐這樣子 那覺得不對勁怎麼回事 所以他就下臺來就查看究竟嘛 那旁邊的同學覺得 怎麼怪怪的呢 可是呢 隨著那個老師越靠近 哇 他那個樣子越害怕 甚至就是驚恐到說我要回家這樣 然後呢他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同學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後來呢過了兩天 時隔兩天之後 老師覺得說 找到一個適當的時機 就問他說 你那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同學才跟老師講說 老師你知道嗎 你那天在講鬼故事的時候 你開始講 然後旁邊就突然冒出了一個 白衣的女子 然後呢你邊講 他就轉頭一直看 你一直看你 然後邊講 你一直講一講 他就一直發出那種很淒厲 然後就尖叫 這樣子 一直對老師一直尖叫 然後而且越來越大聲 你一直講 他就越尖叫越大聲這樣子 他說可是在場沒有人感覺 可是就只有他看到 他就說因為我平常 我只有敢 因為那個同學是有靈異體質的 他平常只有感應到 或者依稀有聽到 可是從沒有這麼具象的一個人 讓他看到 他說那你後來你不是走下來 要問我說你怎麼了 他就跟著你一直走過來 而且越叫越大聲 就是發出那種很淒厲的尖叫聲 很高音頻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呢 然後老師就說 那後來呢 他說可是呢 我仔細去回想他的那個感覺 其實他不是要害你 老師 他感覺要提醒你一些什麼事情 好像你會有意外什麼發生這樣 所以老師你要注意一下下這樣 好啦 講完 這個同學跟老師講完之後 老師心裡 要是你被這樣講 你會不會有疙瘩 像我會耶 等出門嗎 我從那天開始 我可能會時不時想說 我是有什麼意外 會發生的 好了 我跟你講 真的發生事情 其實現在正在有人跟你大聲尖叫 沒有 只是我沒聽到嗎 天啊 然後其實真的發生事情呢 因為後來呢 時隔沒多久 他媽媽就被驗出來 就是罹患了惡性的血癌 而且沒多久就離世了 所以這個真的要提醒這件事情嗎 所以他是要提醒他嗎 對 這個怎麼會提醒 是提醒還是說要跟他講說 你有你家裡面會出事 搬家的 你說你有一個 搬家的 搬家的 其實他說Eason 這個藝名不容易記 Eason英文名字蠻多人叫Eason 對 很多人 譬如說你做醫生 你會幫助Eason 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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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大哥 如果我叫你幫助搬家的 後來你就出名了 大家就記得了 你就上電視說 那我搬家的 對 這很像那個阿娘 然後你就每天 每一次上節目都穿這件 可以可以可以 那種制服 你說你有一次自己在花蓮開山路 結果發生什麼事 也是發生很多怪事 因為花蓮你離開市區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那種山路 那花蓮的山路 就是其實晚上的時候 他們很多地 很多路段 都是沒有架路燈的 所以晚上的時候 其實大家不太會走那種山路 大家都盡量都走省道這樣 可是有一次我就是要去找我朋友 然後呢 如果我走那條山路的話 我大概可以省二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又是晚上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沒關係啦 因為反正我花蓮人 我開這個花蓮的山路開習慣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也為了要省時間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開那個山路這樣 結果那個山路 我就開 開到一半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天有點下一點 那種毛毛雨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那個雨刷就是打開 雨刷打開 我就這樣刷 刷 刷 就正常的這樣刷 突然刷到一個瞬間的時候 就一個東西打在我的那個擋風玻璃上面 然後我就嚇到了 我想說趕快用那個雨刷把它這樣刷開這樣子 他在刷開那一瞬間 我就是看得清楚是一塊那種 就是有點爛掉的 破破的一個紅色的一個布料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撞到東西嗎 沒有撞到東西 因為如果撞到東西的話 就飛過來而已 對 他就是一塊布 一塊布這樣啪 就貼在我的擋風玻璃上面 趕快把雨刷把它撒掉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有一陣怪風嗎 還是什麼 怎麼會貼在我那個擋風玻璃上面 於是我就開始開車開得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緊張這樣子 因為加上那個視線不是很好 然後那個天色就是很暗 然後又是天色很暗 又是下雨 對 然後沒有路燈 又沒有路燈這樣 然後我就在開的時候 我心中就有一種感覺是奇怪 這條路我開得很熟的 他幾乎每一個彎道會什麼樣的狀況 我都那個畫面都是很清楚這樣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我這個彎道 我已經走了第二次第三次了 怎麼好像一直都在 同一個原地的那種感覺 奇怪 這個彎 我明明就已經剛剛已經彎過了 然後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會不會是因為我剛剛被嚇到 所以我現在有點恍神了 我自己想太多這樣 然後當我在就是不斷的腦子 在不斷的在這樣的恍神的狀況當中 有一個彎道 我就沒有掌握好那個方向盤 我的那個輪胎 就刮進了那個旁邊的那個水溝 邊宮裡面這樣子 所以我有一顆車輪 就已經掉進那個水溝裡面 那就出不來囉 對 然後我就我就把這個停下來 那我因為聽到哄哄哄的聲音 我就很擔心他的底盤 會有什麼油箱破掉還是什麼水箱破掉 那就不能再不能再那個再發動了 甚至還要找人家來拖掉這樣 所以我就帶著手電筒呢 我就想說我要去照一下 那個車子底盤的狀況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當我爬進那個車子底盤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照照照照照照 我突然聽到我車子的引擎蓋 就傳出 砰砰砰砰這樣 有人在很大意地敲我的車子的引擎蓋這樣 然後我就嚇到了 我想說奇怪怎麼 我剛剛也沒有發現有人接近了 為什麼 影子底盤怎麼會有那個聲音 對 然後我就用手電筒照那個車頭的那個方向 我想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結果我一照過去的時候 因為外面是一片漆黑 然後我只有手電筒圍住的光線 可是我就隱隱約約看到 我的手電筒光線的那個當中 有兩隻好像黑色的黑黑的影子 還是腳這樣子 然後他一開始是在我車頭的位置 接下來他還會移動 他就慢慢一步兩步三步走到我趴的 因為我是從駕駛座那邊爬進去的 他就走到我駕駛座的位置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腳一縮 然後我就開始躲進去 躲進去這樣子 我就一直很緊張 很緊張 然後我也忘了大概過了大概三十秒 還是一分鐘吧 然後外面就一切都就是無聲無息這樣子 就沒有動靜這樣 然後我就爬 就慢慢慢慢從另外一車 這樣爬出來 爬出來一看 我就心想說 會不會其實剛剛有人發現就是 我車子拋錨在路邊 有人想要幫忙還是什麼 結果我就發現附近根本就沒有來車 也沒有 那個地方那麼荒涼 不可能會有半夜有人在那邊走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聽到那個引擎聲 跟那個黑色的那個腳的印子 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當下是完全沒有辦法再 就趕快打電話 請我的朋友這樣子 我就趕快跟他說 我在大概哪一個路段 還好給我訊號 然後真的要送到 你趕快找那個拖車來幫我拖這樣子 後來我的那個車子就拖走了 然後我朋友也順利地接到我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一直反覆跟他講說 我剛剛在那個哪一個彎道什麼什麼 一直有出現怪事情 就差不多在那個山區的路段這樣 結果我那個朋友他跟我講說 那個山區那個路段 其實是他們車禍最多的路段 大概每隔四五年就會有一個死亡車禍在那個 因為那個就是因為他的條件本身就很不好 就是又暗 然後加上那個彎道的角度又大這樣子 所以他說 而且他是在那個他們那個裡 他的那個社區那邊當那個晚上巡邏的那種 那種義工那種對 志工這樣子 他說有一次的車禍就是他 他第一時間發現的 然後他發現的時候 他印象很清楚是說是一個一個女生 他自己開著車子 然後他發現的時候是已經就是在在車子裡面 已經沒有氣了這樣子 然後他印象很清楚是因為他身上都穿著是紅色衣服 紅色的褲子這樣 然後他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我就心裡想說那我擋風波裡看到那一片 該不會是他的衣服遺留下來在那個路邊 然後回想起來我就覺得是一連一連串的怪事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個很可怕 好有畫面感 後來那一段山路 我就都沒有在走過 我就真的晚上不敢走